20世纪60年代,中国为了帮助越南抗击美国,先后出动32万援军,在援助的8年中,伤亡近5000多人,但是由于种种原因,牺牲的战士海谷未能晕回国内安葬,于是就安葬在越南当地,可是现在,越南早已忘记了当初的恩情,这座烈士陵园破败不堪,根本无人看护。 看到这些情景,小编我心里很不适自卫,越南就这样对待我国牺牲的战士吗? 中国历史援助的另一国家,巴基斯坦,当年我国建巴基斯坦,修筑卡拉昆仑公路,多为中国的建设牺牲到此,反观巴基斯坦为我国劣势修建的陵园,和越南相比,差距不是一般的大,途中的老人就是陵园的守护者,阿里埃哈迈德, 他多年以来自愿在这里守护着烈士陵园,而且一杆就是37年,徒伪老人在打扫陵园,艾哈迈德告诉记者,在公路的修筑过程中,我亲眼看到中国人为巴基斯坦的发展进步骤议劳作,为我们牺牲,他们让我非常感动,很受鼓舞。 1978年陵园建成后,我就决定要为这些来自中国,为英雄们做些什么。